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那种世界杯球迷吗 对 这个人的细胞啊 他长不出来就长不出来 我踢过足球 我这样我们初中 哦 那种 据我爸说 我身高能长成今天这个样子 得益于我发育的时候啊 迷过一阵踢足球 迷过一阵踢足球 但我今天的自卑感 也是那个时候在球场上养成的 为什么 我只是我一带球 我只是听到全场所有的队员都在痛骂我呀 都在喊我的名字 赶快传球啊 传球啊 他们好像觉得球在我脚底下就不放心 让我赶快传出去 我也提过 做后卫把人家球 进攻的带球过来 其实蛮可怕的 我这种不大会踢的人 你作为一个守卫 人家带着球过来 就是有点怕 然后呢 有个投球吧 我去顶 顶完了以后 他们周围都哈哈大笑 因为我顶的时候闭着眼镜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后来不是没顶到的问题 后来他们另外一个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他们就告诉我 你刚才也是这个样子 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球在这里吧 这个人嘛 闭着眼睛在这里顶 对啊 就是没顶到 就根本就在你前面 离开那么远 但是自己已经觉得很害怕 逼着眼睛 很生动 很生动 我 我 吃辱吃辱 我也是 我也是 我的优点 他们唯一夸我的 我的优点 是这人就不粘球 一线脚底就传 一线脚底就怕负责任了 赶快赶快传给别人 这是国足精神 国足精神 同样也是巴塞隆纳精神 对 这只是看不同的层次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当然 中国足球的今天 是一片黑暗 但是呢 孩子们身上 寄托着我们 中国足球的希望 最近有一场 娃娃的这个比赛 我认为给我们 预示了中国足球 这个光明灿烂的未来 所以我要特别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看看 你看就是 10月24号 北京地毯小学足球队 跟俄罗斯少年 人家也是个小学足球队 有一比赛 你看 我觉得俄国人 该比中国人个高啊 没想到都比咱们长得小 像看见像幼稚园 跟中学生 你好家伙 咱们中国对 中国人民未来的 这个身体发育啊 你看出来没有 比俄罗斯人还高 特地把他们压款 吃酸露奶粉长大 对 这个主要是因为 他们可能挑一二年级 我们挑六年级 哦 大家都是小学 对 对不对 然后结果最后 我们是 一二年级的 踢了六年级的 十五比零 好家伙 十五比零 而且你要知道 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于 这其实不是一场完整的球赛 只踢了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大家就觉得不行了 那样踢完了三十比零啊 对啊 就觉得不行了 不能再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再踢 不是因为输的太惨 而是因为地毯小学 我们这些未来栋梁们 体力不够了 他们其实踢了二十分钟之后 已经开始喘得很厉害 然后到了四十分钟的时候 实在不行了 所以中场的时候 就决定就算了 就是反正也十五比零了 就合并 我们变成世界第一大国 我们就修改游戏规则 以后的球赛啊 时间可以随时改变 对 经义方要求可以终止比赛 对 没错 这是中国模式 没错 而且呢 咱们为什么说 我们要有话语权 从这个娃娃 从这娃娃说起呢 因为这个关心球的徐老师 最近了解到中国的一个 青少年踢球的数字 对对 我这个是看到 我虽然我对 我先说 我前程看了那个伊拉克比赛 那场球我看的真是失望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每次批评中国足球队 但是我说实在话 他比赛我还都是看 但是呢 最近这一次呢 以前吧 那我们还可以说 他发挥的不好 或者说他某一些运气不好什么 这一次实在把我全看伤了 这次我看这个中国跟伊拉克比赛 这个输掉的那场比赛 就是争那个什么预选资格 亚洲的下一轮争十名的预选的比赛 那真是 没看 怎么样 那就是不会提球 那就是根本就 那跟中国都无关了 就是说 是哪一个中国队 是国奥队还是 是中国现在最好的这个队 国家代表队 国家代表队 明明是落后的时候 球员啊 拿到球啊 就缓缓的在后面走 这通常是领先的拖延时间 我们落后拖延时间 所以这次呢 我后来得出个结论 我就说看球 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喜欢看球 我们不用SM 这自虐 这最好的自虐方式 我话说重 但是你相信看球的人 跟我是一样的心理 这自虐 我下次还自虐 我先生名字 我下次还自虐 我没这情节 我已经不看了 你已经不看了 我终于不看了 但是因为这样的 不是 我先插一句啊 像这种现象啊 能不能提供一个心理分析 就是他们当时怎么 是不想好好踢了 不是 不是 我说中国组织队 就他技术肯定是不行 体力肯定是不行 问题是呢 你感觉他就是破罐不摔了 这也不想好好踢了 这他是怎么想的 你要按说说 你要我的话 对吧 咱这个没功劳有苦劳 是就踢不过人家吧 我给你看一个 我满墙跑 我尽力了 我觉得我们要同情一下 中国这些球员 就我会同情你理解 在于什么地方 他们大概是今天 全世界压力最大的一批 国家代表队球员 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球迷 中国人这么多人热爱足球 而我们足球队 直数其实比不上 所有世界强队 这不用讲 亚洲 亚洲强队 对 完全比不上 我们是二三流 屡创新低 那这时候呢 他们身上背负这么多寄望 每一场大家都来看 每一场都骂你 所以他们压力非常大 然后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只要他们那场球 我注意过去几场我看了 这场现在我都不看了 我注意他们有个现象 他们一旦呈现出败相的时候 败得特别彻底 就会出现刚刚 徐老师讲的那个情况 崩溃 对崩溃的特别容易 为什么呢 就等于你上场你很紧张 你想的甚至不是赢 是我不要输 我不能再输 然后没想到还输了 这时候就 哎呀 反正要遭骂 你们就骂吧 反正狗血淋头 反正零死零尿 我都这样了 就那种垮到一个彻底 你这个让我想起一种心理分析 我是想起广美了 你这个 不是 这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让广美去捞捐 我想起广美一个什么问题 就最近做节目 你知道吗 我就在想 就是因为我觉得广美 就是前一阵 我后来就台下我就问他 我说广美 我怎么觉得你这两集做节目 老是这个欲言又止 想说话 又不说话 或者说两句 又有点 说回去 说回去 要赶快解释 或者甚至是说 说完了之后就说 哎呀 我哪个话 你给我剪掉吧 就就就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 后来我就发现了 这个祸根 这个祸根就是微博 我就知道 我说你开什么微博 或者说你开微博 你就跟你自个儿几个朋友玩得了 哎 看 看了之后 你知道那天 天底下什么 说什么话的人都有 有人他就能到那程度 你节目里的每句话 他都骂你 你知道吗 尤其是女人家 比较在乎别人的看法 那么骂多了之后 他会觉得出现一种 我觉得是进退失据的情况 每次一说话 头脑里有根弦 你知道吗 哎呦 我要往这儿说 往左说 他们就会骂我 往左 我就会往右说 他们会骂我往右 我就在通感 我就说会不会有可能 中国队是 脚底下一带球 有没有这可能 我传球 哎呦 他们会骂我 是吧 我带球 他们也会骂我 我跑 他们会骂我 我不跑 他们也骂我 他会出现这种 惊慌失措 我这样说 广美呢 不完全是因为这个 广美还是因为 他跟他现在爱情婚姻状况 也有关系 他比较顾及他现在这个身份 所以这个谈话节目 对他来说 不是那么 跟以前有些不一样 身份不一样 但是足球呢 我也不同意他的说法 我觉得他们要是在乎人家骂就好了 他不在乎 我有一次啊 我觉得是被骂到不在乎 对对对 他们中东比赛回来 我半夜看球 看了以后我很气吧 早上我正好不知道去哪里 在机场就碰到他们 看到这些球员在机场啊 开开心心等行李嘻嘻哈哈 我还在那场球的郁闷当中了 他们踢球的人 嘻嘻哈哈 你要仔细想一想 这些现在国家队的这些球员 他们在中国的地方 这个俱乐部队 收入很高 在全世界来讲 收入都不低的 生活的都不错 有的还在国外踢球 摔小伙子生活 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弱国 伊拉克连球场都没有啊 伊拉克的主场 要到另外一个国家 卡塔尔什么地方去踢啊 你知道伊拉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中国这些球员情况很好 他不care 他那个国家东西啊 随时组织的 你们一会儿换帅 一会儿换帅 你们怎么辩证 无所谓 我个人觉得 他已经被骂到无所谓 而且也伤不到他个人 被骂到无所谓 也伤不到他个人 另外呢 说一句最关键的话 就是能力救这点 我本来呢不理解 我们我老是在想 我们这么大国家 我们这么大国家 难道就没人会踢球吗 凑成11个人就这么难吗 就这么难吗 现在我明白了 就是这么难 这次 这次我看到了这个调查 这个调查呢 据说是上面 有关当局 叫下面各级 不管情况怎么样 一定如实汇报 就是说 如果不如是要重罚 所以下面真如实汇报了 如实汇报上去的材料 就是说 全中国的足球运动员 注册球员 注册球员 8000个 全中国 8000个 你知道倒卖文物的有多少 8000万 不是倒卖文物 就是中国民间 是这个这个 好古董的 玩古董的 8000万人 中国玩古董的 跟踢足球的 1万比 因此中国这个8000个 是越南的 百分之二十 中国 越南的注册球员 越南的注册球员 是我们的五倍 四万 当然我们是等于 什么法国的 百分之一 什么什么 荷兰那些也是 对 因为你知道这个 注册球员什么概念 就是你 比如说你要正式加入 像丙吉也有个联赛 对不对 你要正式说 我要做一个球员 那其实也是业余 但这个叫注册 在案 那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身份 就你要喜欢踢球的话 那比如说 像很多欧洲小国 我们说人家 地方那么小 荷兰 怎么能够 踢到世界杯亚军呢 荷兰那么小的国家 注册球员有几百万 对 那所以我们是 8000个人里面 选11个 能选到这样 如果我们有 赌球球迷注册的话 我们是过亿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刚才人高马大的 这个地摊小学足球队 0比15输给 所以你完全看到 中国足球真的是 没有未来的 真的是不会有的 比如说很简单 你看现在我们 年年都骂 这几年骂得那么狠 说现在洗黑以前的那些 都给干掉了 对不对 现在要树胎 要重新根治 但是一来做了很多措施 我们做球迷的 你就觉得我们还是老样子 你比方说 像我们现在国家队教练 换了这西班牙教练 来干马潮 你知道中国有个 干马潮 他叫干马潮 香港翻译叫干马潮 干马潮 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个 养马的 我们有个现象 是叫我们中国足球 这一阵 人家都说哪个国家牛 我们就学哪个国家 所以我们历年来中国 这两年西班牙 学了很多绝招了 学过巴西 学过法国 学过意大利 学过英国 这两年不西班牙牛吗 马上弄个西班牙教练来 我们理论上是已经应该 学骗天下各种武功 急于一身了 日本人就不管那么多 就学巴西 当年还被我们笑 中成 对 学了十多二十年 结果现在变成亚洲 几乎数一数二 那我们就越写越糟 所以你看这个玩意 你就知道 我们还是那样 你中国球员 我们凭什么学西班牙 你这是凭什么 你说 你说哪个国家 都不可能学得到西班牙 我们个子不高 我们个子不高 就是学西班牙 太丢人 就有 除非都像文涛这样 球一到脚 马上踹出去 这点像西班牙 对啊 我怎么能学西班牙 就看着人急 然后而且接下来 再看这个地毯小学 地毯小学是个队 听说是北京市里面 小学界里面 小学生里面是强队 是吗 当然 这个代表国家的荣誉 出去跟俄罗斯比赛 对 不能强队 强队对着人家一帮 俄罗斯小 就灌了个零比十五 然后而且还看到 就气喘如牛 你就知道 中国真的是 真的是未来不会有希望 为什么 你看西班牙小孩 我后来看了 郝海东 他还写了一个评论 他说这中国 未来真的很暗淡 为什么现在小孩 是怎么样 你比如说上学背书包 用家长背 是 对不对 记不记得有一回 我们说吗 在深圳下雨的时候 一帮家长送孩子上学 每一个家长 都把小孩子抱起来 抱进学校 因为不想小孩子 这个脚泡湿了 地上积水 下雨 你说这样的一帮小孩 你怎么可能 去踢球 或者怎么样 踢得好 太难了 我有一个感觉 可能错觉 我觉得好像 从网络时代以来 中国青少年踢球的热情 没有了 好像孩子们 对踢球都拿着玩 最大的兴趣都在玩这个 可是别的国家 那别的国家呢 德国没网络吗 对啊 你们说德国西班牙 孩子不玩 不上网吗 我说的就是中国 我的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是这样 就比如说你说 我们都玩网络 那人家也玩 那为什么现在里面说 你看U21以下 或者U17的 现在西班牙跟德国 那么厉害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也玩游戏 他们都跟我们一样玩网络 都上网 都一天到晚 Facebook什么的 搞来搞去 那为什么人家还是会 我现在据说 要成立一个足球办公室 都到日本学习一下 回来说很有收获 高于体位的 级别很高的 据说去的里边 管足鞋的只有两个人 其他都是 所以改下来呢 接下来不学西班牙 学日本了 估计 是刚到日本学习 那么除了这个进退失去 这么急功近利 我们就学少林足球算了 对 请李周星驰做总教练 什么马桥啊 请周星驰做总教练 就去少林胜跳舞 真棒 没事 是有现代 对 是有现代 这些都好解决 而且他们公布八千人以后 马上进接一个命令说 三年之内要翻百倍 怎么翻呢 翻百倍 这注册九元怎么翻呢 肯定翻得了 中国这点事情 八千乘一百 八千乘一百 我看就是翻一千倍 一万倍都翻得了 八十万 中国搞个八百万 随随便便 这个到时候 红领巾什么都发下去 发挥我们的社会组织能力 这是很容易 但是在中学面 比如说凡是加注册 去踢球的 都能够 都是先进 先进青年 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很有办法 但问题是 其实这是个缩影 我们也不能说人家 别人 我的同行里边 顾斌上次来 到我们学校访问 德国汉学家 上我们节目 说哪里能踢球 我从来没接待一个 一个访问学者 不定要踢球 我们的岭南大学的球场 就他一个人在玩 然后找到另外一个学生 其他香港同学不玩 那我 你看我们也是说说而已 我们还不是看球吗 你想想多惨 仔细这个情景 你想想多惨 你知道足球 是很大一件事情 在北京 公体一踢球 整个城市一大脚都封掉的 就是警察都把道路 全改道的 你知道一场足球比赛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的盛事 美国橄榄球也是 这个很大 千山那么多人 你知道输给伊拉克的这场比赛 在深圳提 球票炒到两千三千 哇 啊 球票炒到两千三千 就是咱还是看客 我是在香港看 中国本来就看客 香港的那个 我是在香港看的转播 那个评论员 当然不像中央台 中央台他们说 后来我看网友嘛 说国家队的80%的公司 就是那个中央台那个播音员 叫刘什么红啊 对 刘建宏 刘建宏吧 80%的公司都是刘建宏发动 就是他在那里倒退 香港那个上来很厚道的 他就很客观 就是中国要理解这个处境 什么什么 但是到了比赛 到了后半段 连那个评论员的 没得救了 没得救了 评论员讲出这样的话 哎呦 呦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香港了 哎我觉得为什么就中国足球啊 就说明中国是最爱散步的国家 是吧 就溜达 他好像从我 虽然我看的少 但从200年前 我第一次看到 今天我都觉得他们在溜达 但我看日本朝鲜 咱别的不懂 咱知道他在跑啊 为什么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问题在于足球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现在是英国人发明的 他整个规则什么都是西方人搞的 里面体现的这种西方价值观 我们今天中国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也强大了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 以后我们中国人踢足球 就应该比溜达 就不是比进球 溜溜达达 真的就是溜溜达达 但怎么这样才能溜达能分胜负呢 我们可以再想一想 琢磨这事 他讲的这个我真想过 我没想到那么极端 但我正在想 既然我们这个不好 我们何必这么多人看呢 就是说 但是因为这又是我们现在全球化 中国想跟世界接轨 对不对 又是把足球当做一个世界最重要的运动 又做那么多的商业在里面 不过我回过来 过分苛求足球运动员 其实也不公平 我们自己不也提的不好吗 对不对 但是它是一个缩影 其实不单是足球 中国现在有很多拿金牌项目 没几个人玩的 冰湖啊什么 全中国就那么几十个人 人家加拿大上百万人在玩 我们就几十个人 我们照样跟人家抢金牌 因为我们这个金牌体育的政策 我们的足球 我们小时候就都有踢 可是今天说句话 高尔夫球场多过足球场 是 当然 城市里边有一块地 我要么起楼了 卖地了 对不对 要么高尔夫球场了 要么盖广场开运动会 我留给你小学盖足球场 开玩笑 你去哪里提 说的也是 这个楼盘不是总是喜欢弄个高尔夫别墅吗 对不对 从来没听过楼盘有足球别墅 他最多点缀一下 弄两个网球场 弄个游泳 没错 所以你现在可以 我想这个事情用不到题尾来管 教育部统计下 全国有多少小学现在有足球场 对 我这个电视上我看他们统计过 中国的这个足球场是太可怜了 甚至有些 那你怎么能怪小孩呢 是啊 他们就说你提供的条件太差了 甚至是有的地方的这个学校 好像说多少个人就玩一个球 还是破皮球 而且也不鼓励他们运动 今天中国小孩子都长得比较胖 原因之一 就起码大城市里面 就是我们从小鼓励的就只是考试 对不对 权宜之计 升学 把这个体育做得好的 也应该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 叫美国 你运动好 北大应该多造足球运动员 我真是觉得这个中华民族 这个就爱歇着 你看 安摩业发大 你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比足道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你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这个壁画上画的 这个造型的艺术 你发现没有 都是懒懒散散的神仙状 很少有这种运动 肌肉 我就觉得 这是不是咱们这位汉族人 对 完全 一红灯里面 族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自行 Chryssaเป rest